这次停飞已经是一年半之内 F-35战机的第二次大面积停飞 去年2月 加州爱德华斯空军基地的维修人员发现 一架F-35A的战机的发动机叶片出现了裂痕 所有F-35战机立刻停飞 后来调查人员发现裂痕是由于发动机过热所致 F-35频频出现问题 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基本上是三类的 第一类的话往往是说技术原因层面上的 说它过重或者是起落架的负重能力 结构强度不够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一类的话是从原始的数据上 或者原始的设计图纸上就要进行改进的 第二类的话是燃油 就刚才我们今天已经提到了自然的现象 那么这个往往是因为某个地方的部件质量不过关 导致了漏油所致的 第三个问题是最严重的 是材料的原因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空军做出这个决定 说要大面积停飞 是因为发现发动机的三级叶片上面出现了裂纹 那么这个裂纹的话是因为高温高速转速的过程中间出现的 也就是说它的材料不过关 而我们知道F35这个战机之所以先进 就是因为它的发动机推力比较高 转速比较高 所以能够提供能够超过F22 20%这样的大推力 而这种大推力的前提 你的材料一定得过关 高强度的飞行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过程中间 这个材料一旦不过关 那就是非常致命的 那刚才陈先生提到了 说这个发动机的叶片的裂痕是最为严峻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就起火了还能有救的可能 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的叶片就分崩离系了 那基本上就击毁人亡了 那么哪一种型号这个F35更容易出现问题 我更觉得F35B这个型号可能危险系数最大 因为F35B它的发动机后面采用的是柔性的喷管 可以说完全是符合它垂直起降的一个要求 另外它中间有生力风扇 所以说它的发动机以及它发动机的组合 动力组合是非常的复杂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技术是比A型跟C型都复杂 这样的话就导致于它的系统复杂 就会带来它的可靠性会降低 另外这种发动机在使用的过程中 而且它的推力要有一个分配 究竟是身力分散这个地方该有多大的推力 尾碰管这个地方该有多大的推力 它都有一个平衡 一旦失衡就会导致击毁人亡 那么从C型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海军专用型 就是未来的福特号航母 以及其他的尼米兹级航母 有可能会用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它的体积比其他两种型号都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在航母上起飞 它需要有更大的生力才能保证它短距 或者通过其他弹射起飞的方式 让它能飞起来 所以这种飞机的话 它最大的问题在哪 在于它的强度够不够 比如你起飞的时候 需要有这种弹射的方式 把你弹射出去 是一天爆发力 你强度不够你就解体了 另外你在降落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 它有拦住所来拦你 如果你强度不够的话 这个飞机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它关键是要在这个方面做好功夫 还有一点呢 就你上面所有的电子仪器 所有的这些武器系统要具备防潮防湿的能力 因为你是在海上用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核心的